看过京剧的人都知道 我们京剧当中啊 没有接吻的表演动作 不要说是接吻 连拥抱的动作也没有 表现夫妻母子或者是情人之间 久别重逢 怎么来表示情感呢 只是把水袖翻起来 往对方的肩上一搭 或者是做擦眼泪的状态 就表示心情特别激动的热烈拥抱了 这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一种 情感表达的方式 非常的含蓄 就像古时候的中国人见面 拱手抱拳 而不是握手 是一样的道理 这种情感表达的方式 不但很美 而且符合卫生要求 我们试想一下 假如一生一蛋 在舞台上做接吻状 会是什么样子 那真是无法想象的 小生和蛋卷还方便一点 如果是老生就麻烦了 我们带着燃口啊 必须得把燃口摘下来 据亲吻 可能是不现实的事 所以京剧的表演 是在虚字上大作文章 表演呢 往往是点道而已 四有四无 所以像接吻啊 拥抱啊 就是真正的肢体接触 在我们舞台上 都是不采用的 那么如何来表现 两个人一见钟情呢 有可能就是 把水秀一拉 挡着点自己 很害羞 看过去看过去 对方也看过来 大大大大大大 表示眼神 有了接触 触电了 这就是一见钟情了 如果是夫妻之间呢 哎 一番水秀 搭着 胳膊肘 两个人看着 推个墨 过来了 就表示拥抱 甚至也表示接吻了 圣诞对戏 有很多 最后一句的词 是这样的 什么什么狼 血狼 蟑螂 蜜狼 水墨 来呀 一张水给我来 那个声呢 往往是小声还是老声吧 哦 来 聊 哈哈 拉大幕了 他俩去干什么 不在舞台上表出来 这就是含蓄之美 也给了观众无尽的想象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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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